本土确诊数持续攀升 居家隔离的人也跟着变多了 也让不少的确诊者仰赖外送员协助送三餐 而现在指挥中心也和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等单位 达成了五大共识 包括了禁止送餐到医疗院所内 扩大电子支付减少接触风险 更严格的禁止居隔者开门跟外送员讲话 另外也打算要成立外送国家队 专门处理高风险的配送 至于外送员的快筛试剂的供应部分 也将讨论是否由工费来配起 外送员大街小巷爬爬躁 本土隔离人数攀升 也让他们的订单暴增 但要减少染疫风险 现在指挥中心和外送员工会 讨论出了五大共识 有一些人就会开门来跟他们讲话 那这个我们将来到一定的办法里面 我们会严格禁止 看尽量能够用电子的支付来做 至于有一些个案没有办法这样做 那我们另外看有什么样的民政系统 或其他的相关系统 或是有外送员成立另外一个系统 五大共识包括了外送员送餐 发现隔离者开门接触时 将可以依法检举外 还将扩大电子支付降低风险 要是只能够以现金给付 就将严理成立外送国家队 专门处理高风险的配送 另外医疗院所也禁止送餐入内 要推广无接触的送餐 至于外送员的快篩设计供应 也考虑是否能以公费配及 是不是成立一批独立的人 出来做这件事情 或者用既有的邻里的资源系统来做 地方政府已经在接洽他们 是不是可以帮忙 工会强调其实无接触送餐 现在早已在施行 但还是有不少社区无法落实 让外送员暴露在风险当中 更担心外送国家队 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当然也不一定会做不好 只是问题是很难这件事情 跟金流有很大的问题 要用谁的系统 对啊 钱要回到谁那边 即便如此 外送国家队已经有了基本概念 如何修正上路 就等待指挥中心 详细公布 记者陈子杨周宗林 台北报道